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念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数长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公义的原文是合乎标准的正直的公义的公平的意思 按照希腊罗马当时的传统 这种人是一个遵守文明社会的行为标准 以及习俗的人 而虔诚是敬畏神虔诚的意思 表明他跟神有好的关系 一个与神关系好的人 才会真正与人有好的关系 以色列的安慰者指的是米赛亚 当时以色列人在异族的统治下 热切地等候期望神所应许的米赛亚 来拯救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压制 所以他们心目中认为 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数长盼望的原文是等候期待 就是一直不断地期待和盼望的意思 西面是犹太人中盼望米赛亚再临的典型 他抱着出生四十天的耶稣 他一生最大的盼望得到了满足 于是西面向神祷告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西面见到了耶稣 他感到这一生没有遗憾 可以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而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